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偷刀 欢迎来到土豆的工作室 今天呢 我们要来一点不一样的开箱影片 哼哼哼哼哼哼 我们的频道终于有赞助商 不付钱的赞助我们了 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各位 全家便利商店 他们最近出了一款拉面的泡面 然后身为一个拉面控 我当然 就忍不住买了一碗吃吃看 可是我发现它这个泡面 它是打着花月兰品牌的泡面 但是说它整体的表现我觉得就是 它深深的超越了花月兰 所以今天我才会跟他们要的这个泡面 来拍这部影片 而且也是不收任何费用的 单纯想跟大家推广这个泡面 噢 这个就是他们出的泡面啊 我这次是跟他们要了20碗 打算拿来拍片使用啊 万一它附的拉面口味全都是同种口味的话 我想我们应该也没有办法吃那么多吧 那我们就把剩下的全部拆出来看看 有什么口味吧 不是吧 我们的全家便利商店 它这是寄了20碗 一模一样口味的拉面给我 我们这样到底能不能顺利吃完他们啊 但是我们先来泡一碗拉面吃吃看说 它这个拉面到底好不好吃吧 噢 吹了 哇 你才把它这个拉面的盖子一打开 就喷出了它调理包的香味 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爱这一款拉面泡面的理由 那我们就将它泡起来吧 那我们在等待泡面泡好的过程中 我们先来开一罐啤酒喝吧 然后当然我们今天吃泡面就是要喝台湾啤酒 这个最对我的味了 那敬各位我们先来喝一口吧 如果各位平常有在看我们吃拉面的节目的话 各位应该都知道 我吃拉面喜欢吃硬面 甚至是可以吃到面心的感觉 所以我们这次泡面我们先泡个两分钟 就来吃吃看口感如何吧 不知道这样吃起来如何呢 那我们先把它附的调理包夹下去吧 看不见 嗯 可以了 剛剛吃下第一口麵的時候 我們的口腔瞬間充滿了花月蘭蒜頭的風味 它的口感似有帶有微辛辣 隨之拌來的就是濃厚的蒜泥味 這款麵它附的肉 它不是拉麵店的那種叉燒片 而是選用泡麵界 大家都最愛的這種肉塊 那我們來吃吃看 好吃嗎 到現在還是覺得它的肉塊很普通啊 雖然它一碗泡麵我記得在超商它要價79塊 但是我們在家裡半夜餓肚子的時候能吃到這種日式拉麵的味道 我覺得是還蠻幸福的 那既然我們泡麵還有這麼多 我們就一次搞大一點料理吧 好當然今天我們有準備了不一樣的高級食材 我這邊準備了液晶高級的活動白蝦 喔 我覺得這包加下去我們的頻道就快破產了 什麼樣子呢 ! 我們在家裡搞得上有名的 我們 focused到了 怎麼樣 我們在家裡是吃1個 我們全部喝了 我們有可能喝了 我們在家裡吃一口 OK啦各位 我们刚刚已经把五碗面的蔬菜包 还有它的油包都下下去了 那等一下我们等水煮滚的时候 我们一次加五坨面下去煮吧 那我们再把它的肉块调理包都下下去吧 那接下来我们要加一点点我们的白虾 那我们就先加个十碗拉面的分量就好了 十只白虾 我们的五碗拉面好像煮好了 那我们就准备开动吧 反正想说我们吃拉面的时候 然后就拿一个碗把拉面装起来吃就好了 可是后来想想 这好像有点麻烦耶 不如我们就直接整锅这样吃好了 哦各位 我发现这样 直接从热锅这样捞面前吃有点烫耶 我们还是把它分成一碗一碗吃好了 好烫哦 我觉得是母汤耶 烫爆了 而且这样一大锅煮的拉面煮起来口感都烂掉了 我觉得 OK啦各位 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两碗泡面的分量是刚刚下的五球泡面的分量 那我们就准备开动吧 我觉得这个拉面煮到烂掉了 这个口感很难吃啊 好烫喔 我就是吃完这五球面了 今天我们吃完前面的面了 我们就可以加下一碗的泡面啰 我们就把这个拉面煮到说有点微软就可以了 因为我最喜欢吃有口感的面 那我们的面条已经煮了差不多了 我们赶快把它捞起来了 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第七球面的感觉就好很多了 那我们来吃吃看 煮了一分钟的面如何吧 我觉得比起刚刚那五球面来说好吃很多耶 我觉得可以耶 我们也吃完第七碗泡面耶 那我们再加第八碗泡面吧 我们的第八碗泡面也完成啰 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点可乐来滋润嘴巴 不然这个拉面我们越吃越口渴啊 好渴喔 我觉得煮到泡面口味有点重了 我们是不是离十碗拉面的量还差两碗呢 但是刚刚用这锅大锅煮拉面的感觉来说 我觉得我们还是将那两碗另外用热水泡就好了 不要再用这个煮了 我觉得这锅真的煮了有点失败啊 我们先把它拿掉吧 说真的这个拉面我推荐吃法还是用热水泡就好了 千万不要用什么锅子去煮它什么的有的没的 不然你吃到最后你会觉得 那我们就开动吧 各位啊 这泡面用泡的感觉就好很多 怎么回去了 我们已经吃完第九碗泡面了 至于桌上的这碗泡面我觉得说 我们把它留到未来这里把它吃掉好了 因为我发现我们第一碗拉面 我们吃起来的分数我整体会给它九分 可是如果你是正餐想要吃大量的拉面的话 各位还是去拉面店吃会比较好 因为它泡面这种味道刚开始吃是非常的好吃 可是泡面这种东西就是大家都知道嘛 泡面的原料到底也算是 那等一下这些白虾我会把它吃完的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哦 拜拜 我没事要跟厂商要那么多商品整自己 泡面吃多了 实在是有点母汤 各位在家里千万不要这样尝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